2018年巴黎举办了一场世界名媛舞会 参加的军事各国的王公贵族 这一场舞会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奢华的晚会 每年仅邀请20位顶级名媛 特朗普的女儿蒂夫尼和伊万卡 因为父亲的生育失去了入场资格 希尔顿女儿帕金斯也因风评补家被取消资格 而主办方却破天荒地邀请了一位中国女孩 她就是姚安娜 华为的小公主 任正非的小女儿 一个敢于拒绝赌王之子的豪门前进 这一次舞会也是姚安娜的首次公开亮相 她在此舞会上还与比利时王子偏然共舞 才子佩佳仁 堪称一段佳话 但此时 她的姐姐孟晚舟却在加拿大转机时被捕 软禁至今 姐姐脚料被除 妹妹风光无限 这对年龄相差了26岁的姐妹 经历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人生 如果说姚安娜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那她姐姐孟晚舟就是在辱骂下长大的 1972年 孟晚舟出生 那时任正非还是个上门女婿 拿的是穷小子和富家女的剧本 80年代时 任正非因为轻信别人 被骗了200万 同时 妻子孟君提出了离婚 后来 任正非便开始了创业之路 一门心思铺在了事业上 21岁时 孟晚舟进入华为 由于隐瞒身份的关系 孟晚舟在华为并没有受到特殊待遇 任正非对她要求也很严格 一出错就被劈头盖脸的骂 不过 她还是凭借自身的努力 一路从基层打拼到副董事长 可就在成为副董后第8个月 被迫卷入那桩早已设计好的陷阱 在加拿大被当局逮捕 带着脚料 独在一乡24小时被监视 时至今日 她失去自由已有700多天 她的案子一直牵动着国人的心 大家翘首以盼 却一直没有等到她归来 而妹妹姚安娜的人生 却截然相反 这个1998年含着金汤池出身的女孩 拥有父亲最大的爱护 她自小便喜欢芭蕾 如今是英皇芭蕾 RAD最高级别获得者 作为校芭蕾舞团的董事 她每年都要负责八场演出 除此之外 她的学业也是遥遥领先 小学在英国牛津就读 初高中回到上海读外籍学校 17岁时 姚安娜在ACT考试中 考出了36分的满分成绩 获得哈佛大学提前录取的入掌权 而当年 哈佛在中国仅录取了4名学生 大学期间 她曾被赌王四台看中 梁安琪还嘱咐同在异乡的 何游君多照顾人家 但两人未来得及身脚 便各自纷飞 大二那年 姚安娜参与研发了世界首款 脑机接口智能甲值 引发了行业震惊 并荣获了去年的最佳发明家 如今 小公主学成归来 一进华为便担任了公司的高层 财务总监 任正非曾说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孩子 但两位华为公主身上 已然具备了从父辈身上延续下来的 大气 隐忍 坚韧 拼搏 和坚守自我 她们都做到了从容的把握人生 活成最美的自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